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星期的一周回顾 我是饶一鸣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飞往北京的370号班机神秘失踪 搜索工作仍在进行 人大政协两会在北京闭幕 天安门广场多次有访民抛洒传单 受昆明惨案的影响 中国各地清查维族人以及藏族僧侣 云南沙电镇将900名维族人遣返新疆 深圳龙岗区次域协厂6000工人罢工 抗议公司匠薪 客扣加班工时等 世界各地藏人举办活动 纪念西藏310抗暴55周年 湖南李林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周旺言 向外媒披露 他在双规期间遭到刑讯逼供 导致终身残疾 北京举办全国首期网络舆情管理师研修班 但是外界认为是五毛党升级版 香港明报前总编刘进图遇稀案 有了新进展 香港警报称已经有9名涉案人 在香港与内地被捕 被判无期徒刑的意见人士王炳章 多年来首次被允许与家人见面 西安市两家幼儿园处于经济利益 多年来给幼儿服用有毒药物 引发家长堵路抗疫 辽宁省本西市高台子镇 河南郑州老鸭城村 广东云福市都阳镇 福建三明市宁化县 山西下县培借镇 因土地纠纷爆发警民冲突 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而受到中纪委调查 以上就是这个星期的一周回顾 我是饶一鸣 谢谢收看 再见 再见